我覺得你投資初高的話 首先你不要先躺在身上 你要明白你不急發達的 如果你說我年紀很大已經要很急發達的話 真的不好意思 應該叫你兒子或者你兒子幫你搞 因為你那個學習程式是會很痛苦和很長的 所以就不要想著我一年裡面就可以發達 然後挖個牛市 然後就搞定他 其實是要很長時間的 真是要發達的話 我覺得你不要經常想著這麼多循環的東西 就是你想著其實投資就是說你去反過來想 就永遠都會有東西可以的 爭取是什麼 譬如2010至2015年之間 那你都是我們那時候說騰訊好得 澳門好得 那你香港好得也好 中國好不得也好 總有東西可以的 那你美股當你真是下去真的差了一點 總有東西可以的 我覺得你首先你在砌組合的時候 那你要明白自己追求什麼 那還有自己明白自己的捱打能力 捱打能力也是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所以等於你砌一對球 你也要買一對球回來 就是你要買多少個後衛 放多少個前鋒 是很看你個人想 你是跟別人打5比3 還是1比0那種策略的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 你要自己去決定的東西 那我覺得你就在觀察的市場都很重要的 就是譬如這段時間 你好像說在武雲行這樣 那你就看下究竟哪隻股票保持得好 哪隻股票保持得不好 就是至於那些人的 taste 就是你要在擂台裏面被人打幾除的話 你都要明白你人家在出左拳還是右拳的 那你都要明白別人的偏向 strategy 那個喜好 那你學習市場 學習自己 因為其實就是一向都是學習 究竟你自己又怎樣幾捱打得呢 那你自己又又又又又又 那個市場喜歡什麼 喜歡不喜歡什麼 那不是說 只是什麼都說 那個市場大升大跌這樣 其實那個市場是有很多選擇給你 所以其實你是有很多東西可以選擇的 所以就不需要說 總之市會大升大跌 我覺得這些無門為為 因為你這麼多年來 又是這樣過 你2010至2015 那你的市場就是從來都沒有運行的 那那個時候我們都挺好的 那就是因為我們 香港側了到騰訊 澳門那裡多些 那你跟著就出去買美股 那你就每段時間都總有東西可以的 因為那些有錢人是 沒有人是拿cash 拿到發達的 沒有人等股災之後一注毒贏 然後發達的很少這些人 大部分都是200元等到阿里巴巴塌了 那接著200元買 接著不回百死那些大把 就是很多這樣的人 反過來 等到股災 誰知道原來股災之後還有很多後續的 那些人就很多的 所以就是這個策略上 心態上 就是be realistic 就是我覺得是不要經常想著整個macbook 是完全主在一切 阿里巴巴嬌 阿里巴巴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